好,那我想接着问你刚才所做的一个回答 有些保守派的人他们也说了 就是为什么一个,为什么你要选一个黑人女性 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说这个是反歧视 这个是颠倒的一个种族歧视 你对这些人,说这些话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回应呢 就是说你们有这个基本标准 那首先我要说之前没有任何黑人女性被选出来 这个不代表我们没有什么出色的人选 之前没有出色的人选 这个只代表我们有一个不平等的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现象 我知道有很多保守派的人 他们是非常喜欢Reagan总统 之前的这个Reagan总统 那当时Reagan选出来了一个黑人 当做大法官的时候 我们看见当时这些保守派的人 就是说我们看见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地方 不管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年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种族 什么样的背景都可以在美国有一个成功的一个未来 我想让大家看一看总统的历史 他不仅是把很多黑人女性提出来 让他们当做法庭上的一些高级法官 不过同时我们看见他所选出的人 他们都是一些名牌大学毕业的一些人 那他同时选出来了很多出色的人选 不过同时他也保证这些人 他们的种族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把一个黑人女性提出来当做大法官 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过错 好 另外一个问题 总统有没有想过背景的比较丰富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之前要为人权做过一些竞争 或者是社会权利做出一些竞争 或者他们需要去什么样的一个大学 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组 他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我不能跟大家说年龄 不过我自己是也去过一个大学 总统他也不是去过名牌大学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个新的大法官 他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背景 你要看一看他之前所提名的这些法官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样 他们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就可以看他肯定有非常好的一个挑选的过程 所以他会看很广泛的一些人选 好 你们准备好让德国的领导下周来到白宫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德国应该不要阻止一个国家来给乌克兰送武器 美国跟欧洲有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讨论 那我们的看法就是团结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要是一样的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行动方式 很多不同的法律现象 很多国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系统 不过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 反对Belarus的这些说法 我们看见俄罗斯收集了很多士兵 派出了很多士兵来威胁乌克兰 所有欧洲这些盟国盟友 都跟我们一起同意说这个是不对的 好 那具体来说你们要说些什么 那再次说一下 我们看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帮助可以送出来 德国有一些帮助 我们有一些帮助 不过总体来说我们都看看怎么样了 帮助乌克兰 好 问两个关于法庭的一个问题 首先总统他说了 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见Schumer议员他也给了一个时间概念 说有可能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来确认一个大法官 这个不是我们所设置下的一个时间限制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挑选人选的过程 我们要保证这个人是非常出色 有足够的尊严 他也可以继承Briar的位子 他的历史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双党的领导人进行沟通来走出下一步 总统是希望快速走出下一步 那总统也是有一些希望 我当然也关心 我当然也关心看小孩 照顾小孩 那我们现在不是要给大家一个时间概念 当然总统要跟议员进行沟通来选出一个人选 之后呢 确认他 那现在议员所说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一个月 所以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对你们来说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我已经告诉大家我们自己的看法了 下一个 多谢你 你可不可以首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总统他说出了2月份的这个时间概念呢 我觉得总统只是想跟大家沟通一下 说他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希望积极尽快地提出了一个人选 好 那我想问今天之前总统什么时候跟Brier沟通过 我不会透露总统跟Brier大法官的一些沟通 如果Brier他退休只是他自己的决定 他如果想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一些演讲的话 他可以这样做 过去这几个月他们有没有讨论过 过去这几周他们有没有讨论过 我知道你什么想做些什么 不过我们要让Brier大法官做出这方面的决定 好 另一回问题 那拜登总统 拜登的这个政府他在第一年 我们看见所批准的这些铁链原油的行动呢 其实比之前的总统更多 我们也看见其他的一些这方面的行动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 为什么你们这个政府还没有做出更多的行动 来阻止在公共地区这方面做出铁链原油的这些 挖原油的这些行动呢 好 那首先我们所做的跟川普当时所做的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所做的某些行动 可能某些人根本就没有注意过 当然我们之后要所做的步骤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大改变 我们在国会已经做出这些某些行动了 不过我们出此之外也会做出更多的一些努力 当然我们有很多法律上的挑战 那有些法律上的限制 使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更多铁链原油 还有这个挖原油的这些协议 我们看见你们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就是说你们要通过司法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来阻止这些挖原油的过程 那我可以说法庭上的一些法律上的限制 这个是阻止我们的一个 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些案子还是开着的 不过我们需要跟随法律的 不过同时我可以说 我们也做出了其他一些保护环境的行动 而且这个是完全超过了法律上的一些限制 这些包括我们减少了一些 非常污染空气的一些物质 我们也看一看 我们在Glasgow做出了另外一些关于污染器的一些行动 那美国呢 即将在十年之内来保证 一半卖出的车都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那总统是希望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行动 他也在这方面做出行动了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行动 应该不会比之前的总统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看见 总统通过国会 确认了4281个法官 有些这些法官通过的时候呢 得到了双党的支持 有些没有 总统有没有觉得他会在这方面 他会在选出下一个大法官的时候 有更多的挑战呢 当然你听见总统说了 他没有做出一个决定 总统唯一所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他要把一个黑人女性提名出来当做大法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所做的 那这个人应该是有很 应该是非常符合标准的 我可以跟大家说 他找到了一些 他已经找到了一些 出色的人选 把他们提名当做法官了 他提名了42个人 那当然 总统有一些希望说 当他提名一个人的时候呢 国会会批准他 总统有没有担心 说 我们看见总统呢 他当时 选举的时候有一个意思 不过之后呢 他说 在学生贷款这方面 要不要做一个决定 他会不会让这些学生呢 说突然间需要付 开始付他们的学生贷款 那总统我们看见 在总统这个第一年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付过学生贷款 这个是创历史的 同时 总统已经在他第一年 来取消了 150亿多美金的学生贷款 那我们马上就要看见 学生贷款 这个停止还的这一个行动 马上就要 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当时我们做这个行动 因为我们知道 国家有这个需求 那昨天你也说 这个数字 就是说 1500亿美金的 学生贷款被取消了 那有些人就是问 为什么其他人的 学生贷款被取消了 为什么我的学生贷款 没有取消 那如果国会 说 给他送一个法案 说取消 所有人的 学生贷款取消 1万美金 那总统肯定会签的 总统会不会 一直说 他之前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副总统没有办法 来打破一个 意愿的 扯平的一个现象呢 Mary刚刚 问这个问题 好 我们如果有更多的信息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好 说一下新冠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其他几个国家 他们推着他们自己的人员 自己的公民说 你们要有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 因为我们看见新冠的打击 那我想问 为什么 总统没有说 在让大家打疫苗的同时 跟美国人说 你们要变得更加健康呢 那首先 总统已经跟美国人说了 怎么样来阻止得新冠住院 或者是死亡 他跟大家说了 要打假相争 戴口罩 这些是我们最关注的 这些行动 也会有一些重大的影响 如果CDC会 这些医疗官员 会给我们更多信息的话 我们会支持他们的 你们跟这些医疗人员沟通过吗 当然我们每周都会跟他们沟通 不过最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什么是有效的 就是戴口罩 打疫苗 打加强针 这些是我们最关注的 而且鼓励的一些行动 下一个人